Amazing 好在讲这个字之前我们先来看它的动词Amaze 它的音节第一个音节在A我们发成Maze 我们念成Maze 重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这个字我们念成Amaze Amaze 那Amaze这个字呢当作级乎动词 它的意思是使人感到惊奇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It often amazes people that pigs are smarter than dogs 好这件事情通常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 好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好就是后面的这个由That所引导的名词子句 那这个句型呢其实呢在我们英文的一般的句型里面呢 出现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呢我们用一个虚主词来代替后面的真正的主词 所以呢其实是这件事情它让人们感到惊讶 真正的它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Pigs are smarter than dogs 猪比狗还要聪明 这一件事情通常呢都会让人们感到非常的惊奇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把Amaze这个字的E把它去掉 加上ING之后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Amazing Amazing 那Amazing呢这个字呢它是一个现在分词当形容词来用 中文翻成令人大感惊奇的 那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very surprising incredible and hard to believe surprising 令人感到惊讶的 incredible 这个字呢我们不妨呢来复习一次 incredible这个字它的意思呢就是难以置信的 惊人的同学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同意词来看 而且呢 hard to believe 令人很难自信的 英文我们就念成Amazing 中文就是令人大感吃惊的 好我们看一下 离句 It's amazing how bright the stars are outside of the city at night 好他说It's amazing 这件事情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 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这个it指的是什么 it在这边它也是一个虚主词 而这个虚主词一定相对应的会有一个真主词 那这个真主词呢其实就是哪一个字呢就是后面的这个由how 再加上形容词所引导的这一个所谓的名词子句 那这种句型呢跟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句型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呢由it来当做一个虚主词 那这个虚主词呢我们来代替后面由疑问词how bright所引导的这个名词子句 这个才是真正的主词 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令人感到惊讶的 什么事情呢 多么的明亮 the stars are 就是说呢the stars are very bright的意思 就是这些星星呢是多么的明亮啊 在什么地方呢 outside of the city 是在都市之外 也就是在乡下 我们知道呢在都市里面因为有光害 因为呢晚上都有路灯 有很多的灯会产生光害 所以呢天上虽然说有很多星星呢 但是我们还是看不到 那当然了一定要在晚上才可以看到星星 对不对at night 好所以真正的主词是由how bright所引导的这个名词子句 当做真正的主词 这件事情是令人感到惊奇的 好那我们在amazed的后面呢 那加上ment 好我们知道ment这个字位是名词的字位 一样的中音落在第二个音节这个字 我们念成amazement 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惊奇 好我们看第一句 the travelers stood there in amazement as they look at the huge rainbow up in the sky the traveler 指的是游客 stood there 站在那里 怎么样的站在那里呢 in amazement 好注意哦 惊叹地 这是一个介系词 再加上一个情绪名词 情成 一个介系词片语 当做副词使用 惊叹地 感到惊讶地 所以呢这些游客呢 站在那里呢 感到非常的惊讶 什么时候呢 as they look at 当他们看着 the huge rainbow 那个巨大的彩虹 在什么地方呢 up in the sky up in the sky 指的就是高挂天空的 这是一个地方副词 好所以呢这边呢 indy最后呢 再帮各位补充 另外一个很常用的片语 就是说当我们常常有看到 遇到这些所谓的情绪名词 我们可以呢 把它写成 to wise amazement 好后面接主词 再加上动词 好这样的句型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 令人感到的事 好令人感到惊讶的事 好这边amazement 是惊奇惊讶 对不对 你这个字也可以翻成surprise 它的意思呢 也有点点类似 好那重点就是呢 介系词to 再加上所有格 这个wise 指的是人的所有格 所以令人感到惊奇的事 好后面这一件事情 OK 好那我们最后呢 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字 amazing 形容词令人大感惊奇的 amaze 使人惊奇 amazement 名词惊奇